各位朋友,大家好 昨天日本共通社發布了一則消息 說是中共在八月份的時候要舉行一場軍事演習 這次演習的主要的內容是模擬登陸東沙島 這個消息它的準確性如何 到底是從哪裡來的,我們等一會再探討 想先跟大家探討的是,如果中共真的佔領了東沙島 那麼它會形成什麼樣的嚴重的後果 對台灣、對於大陸、對於全世界會有什麼樣的危害 今天下午的時候聽見文昭已經就這個話題做過一期視頻了 我去聽了一下,講得非常的好 文昭是一個很優秀的政論家,經常有獨到的觀點 所以我經常去聽的,給還沒有聽過的朋友推薦一下 他是這麼說,他說東沙島這個地方是義攻難守 台灣守不住,中共攻下來了,它也守不住 所以它的意思是中共應當不至於這麼蠢 去進攻一個它根本不可能守得住的地方 這個觀點我是有點不敢苟同 所以說要跟大家一起來探討一下 東沙島確實是很小,它的陸地面積只有不到1.8平方公里 上面駐紮不了太多的軍隊,所以確實是非常難守 台灣是肯定守不住 但是中共如果把它攻下來了,有可能守得住 為什麼這麼說呢?東沙島陸地面積很小 但是它是一個環狀的島嶼,中間有一個細湖 這個細湖水很淺,最淺的地方還不到1米 這個細湖只有一個很狹窄的水道 跟外海相連的,大概是只有20米左右寬 中共如果佔領了之後,它很容易就把水道封堵住 然後把裡面細湖的水全部都抽乾 細湖有十幾平方公里,那它一下子就得到了十幾平方公里的陸地 在上面就可以修建很多很多的軍事設施 而且東沙島周圍是環狀的暗礁 水位也是非常低的,最深的地方也就是十幾米 很多地方只有幾米深 中共最擅長的一件事情就是填海造島礁 在南海已經幹過很多次了,那東沙這個地方 就是特別適合做這種事情的 那如果是中共把他們在國內的過剩的產能 就是這些過剩的鋼筋水泥用在這個地方 它可以迅速地把這個地方變成一個很大面積的一個軍事基地 可以建立很多很多的軍事設施 這個地方一下子就可以變成了一個巨大的軍事堡壘 如果它一旦建成了之後,它的防衛力量就會大為加強 另外呢,東沙島它的地理位置對於中共的防守也特別有利 它離台灣的高雄是400多公里,離大陸的汕頭只有200多公里 也就是說中共的軍艦飛機很容易到這個地方進行防衛 另外呢,因為它距離短,中國大陸的那些短程的飛彈 都可以瞄準這個東沙島外圍的海域 那對於任何將來進攻這個地方的軍事力量 就會形成非常大的一個威脅 所以說它是有可能是防得住的 如果不是有這個強大的軍事力量 迅速地就把它們擊潰的話,給它一段時間 它是可以把這個地方變成一個軍事要塞的 那一旦它長期的佔領了這個地方之後 一旦變成了軍事要塞之後 那麼台灣就有點麻煩了 因為這個東沙島它的地理位置 是在台灣和南海之間 它是扼住了台灣通向南海的咽喉 而台灣在南海還有其他的軍事基地 比如說像太平島 那如果東沙失守了,太平島也守不住 那麼台灣在南海地區的這些力量 就全部保存不了了 另外更重要的是 南海是台灣的經濟上的一個生命線 台灣很多的能源和資源 進口都是要通過南海 他們的貨物出口賣到世界各地 有很大一部分也要通過南海 那麼掌控了這個地方 等於是惡住了台灣的經濟上的咽喉 這也是讓台灣的經濟受到重大打擊的一個舉動 更重要的是它會打擊台灣的士氣 台灣這麼小一個地方 去對抗大陸這麼一個龐大的政權 這麼龐大的軍隊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台灣的士氣高昂 國軍的士氣高昂 老百姓有很多人也願意來保衛台灣 因為認為它保得住 但是如果打一次敗仗 它會對台灣的士氣造成沉重的打擊 更何況台灣內部還有一批親共派 他們會趁機去攻擊 現在主張跟大陸進行對抗的 跟中共進行對抗的那些人 說你們看看失敗了嗎?挨打了吧? 我們這麼小怎麼能打得過他們呢? 他們會散佈失敗主義的這些情緒 台灣的士氣降低了之後 那就會影響到台灣的安全了 這是對於台灣是非常不利的 將來中共如果是展開大規模的武力攻台的話 台灣士氣又低落,那怎麼守得住呢? 所以這是台灣的非常非常巨大的一個威脅 對於中國大陸的威脅就更大了 習近平如果是軍事冒險成功,奪取了東沙島 雖然只是一個小的勝利 但是他只要開動宣傳機器 他可以把它說成是一個偉大的勝利 是打擊了台獨的囂張氣焰 是在中國這個民族復興的道路上又賣出了一大步 他把這個通過他的宣傳機器大肆的宣傳之後 國內的那些憤青、五毛、粉紅、還有愚民 那就會上當,一下子愛國熱情就會高漲 就會擁護習近平 更重要的是大陸的軍隊會擁護習近平 習近平現在在軍隊裡面的聲望並不是很高的 因為他沒有過軍工,大陸過去幾十年沒打過仗 跟印度人進行了一下肢體衝突 前一段時間都輸了 印度傷掉四個中國這邊的官兵有七個人受傷 結果這些人看起來武術都是沒有練好 打不過印度人,這是非常丟臉的事情 中國軍隊的,他們也是希望有一個勝利 哪怕是很小的一個勝利 他們就會像打了積雪一樣 認為習近平領導他們取得了偉大勝利 然後他就是一名領袖 習近平在軍隊裡面的聲望就會急劇的膨脹 那麼他得到了相當大一部分民眾的擁護 然後又得到了軍隊的擁護之後 他的地位就更加穩固了 他這個時候就可以趁勢清洗掉黨內的那些 這個異己的派系,異己的大家族 那些派系和大家族現在還掌握有相當的經濟上的 政治上的甚至是軍事上的權力 習近平現在還沒有辦法把他們給徹底的打倒 等到他軍事冒險成功了 軍隊和民間都支持他的時候 他就會對這些大家族這些派系下手 現在中共還是在實行一個寡頭體制 還沒有完全過渡到個人獨裁體制 那一旦他把黨內的派系都給清除了之後 那這個轉變就完成了寡頭專制變成了獨裁專制 威權專制變成了極權專制 那個時候中共就完成了一個轉型 一個向更反動的方向的轉型 中國就變成了大朝鮮 中共政權就變成了這個習家王朝 習近平就像這個金正恩一樣 可以統治這麼一個大的國家了 那個時候中國老百姓的日子就慘了 再想造反、再想抗議 那就完全沒有可能性了 任何人你只要走上街頭 他就會開動機槍坦克來進行鎮壓 那時候根本沒有反抗的空間了 就像現在的北韓 老百姓根本沒有反抗的空間 唯一的希望就是等到習近平 他什麼時候自然死亡了 那個時候可能有一點點希望 但是習近平現在年紀也不大呀 而且現在醫療這麼發達 習近平看起來又還很壯 他要是再活個30年40年 那我們中國人還得受多少的苦啊 中國還有多長的黑暗時期需要度過啊 所以這對於中國大陸也是一個非常巨大的危險 不僅僅是對中國有危險 對全世界都有危險 現在中共在國際上算是個流氓 但是這個流氓它有很多的弱點 別人都可以用它這些弱點來打擊它 等到它在國內已經完成了這個 從威權到極權的這種轉型之後 它就等於是穿上了鐵布衫 等於是練就了金鐘罩 那個時候沒有任何國際力量可以把它打倒了 它現在有原子彈了 你如果任何國際力量想跟它來進行對壘的話 那就會冒著全世界毀滅的危險了 所以大家都不敢去跟它硬碰硬了 現在一個小小的朝鮮 因為有了幾顆核彈 大家都要對它讓著它三分 由著它胡來 如果中共也完成了這個朝鮮體制這種建設 那全世界誰能拿它有辦法呢 而且那個時候中共還會繼續 進行它的這個軍事力量的擴張加強 胡錫進已經說了 我們需要一千顆原子彈 到了那個時候 中共就真的可以搞出一千顆原子彈來 這個對他們來講技術上、財力上都不困難 現在之所以沒做 是因為他們還想和全世界其他國家 來保持一個貿易上的聯繫 他們可以從那些地方賺錢 到了那一天 等到他們完成了這個集權專制之後 國內的經濟發展得怎麼樣 對政權來講已經影響不大了 朝鮮這麼窮 他們的政權是最穩固的 閉關鎖國了之後 那個時候他就可以大肆地發展他的核武器 然後發展他的中程導彈、遠程導彈 把他們對向世界上所有的那些國家 那個時候任何國家都不敢跟他正面的起衝突 他的政權就更加的穩固了 世界不敢跟他起衝突 他還敢跟全世界向全世界去使壞 怎麼使壞呢?大家看出來 這次疫情對於全世界的影響有多大 打擊有多大 這麼小小的一個病毒 就會造成這麼大的損害 你保不準哪一天中共 他就會製造出更加有破壞力的生化武器 而且他還有人去幫他去釋放這個生化武器 什麼人呢?國際上有這麼多的恐怖分子 等到中共變成了朝鮮之後 他就會把這些世界上的所有的這些恐怖分子 都會收羅來 然後交給他們這些生化武器 讓他們到全世界去 誰防得住啊,防不住啊 那個時候全人類都會遭殃 所以說留著這麼一個專制政權在這個地方 對全世界的 對於全人類的生存都是一個威脅 現在呢 中共還沒完成這個轉變 現在世界還處在一個十字路口 如果這個時候把中共給搞垮了,給消滅了 把這個專制政權給滅掉了 那麼其他的那些小的這些專制政權 包括朝鮮、包括伊朗 那他們都不可能長久 可能十年最多二十年之內 全部都會被掃進歷史的垃圾堆 那個時候全人類都完成了民主化了 那時候各國之間都會用談判的方式來解決糾紛 戰爭就會停止,人類進入一個永久和平的千禧年 那這是一條光明的道路 那還有一條道路就是黑暗的道路 就是我們剛才說的如果是中共不倒 他過了這一坎 那麼他還會保存很長的時間 而以現在的人類所掌握的這個科學技術 中共這個極端流氓的政權 他拿到了這些技術之後會造成巨大的危害 在這個十字路口 世界各國任何一個小的舉措 任何一個小的錯誤都會導致將來不可挽回的災難 這個在歷史上已經發生過一些次了 最近的一次比如說1936年希特勒 他在崛起的時候他就做了一個小動作 全世界都沒有對他進行回擊 後來就造成了嚴重的後果 希特勒是1933年成為這個德國的總理的 1934年成為元首就是總理和總統 他一個人包攬了,到了他成了元首之後 他就把防爾賽合約給廢除了 德國在一戰當中是戰敗國 後來跟其他的國家一起簽訂了這個防爾賽合約 防爾賽合約就限定德國你的軍隊不能夠超出十萬人 而且在德國西部有一個地區叫做萊茵河地區 在這個地區德國你可以派文官去管理 但是不能夠駐兵,這個地方是非軍事區 希特勒到了1934年的時候 他首先他就把德國軍隊從十萬擴展到三十萬人 到了上五年又擴展到了六十萬人 到了三六年他就派了幾個營的兵力 到萊茵河地區去試探一下 讓他們進駐萊茵河非軍事區 這一去英國和法國都沒有對他進行強力的回擊 雖然那個時候英國法國在軍事上還有絕對的優勢 因為德國剛剛擴軍,軍隊都還沒訓練好 而英法兩國的軍隊都很龐大 都是世界上第一流的強國 如果他那個時候去打擊希特勒 一下子就可以把希特勒打敗 希特勒後來說,進軍萊茵河的地區的48個小時 是他一輩子最緊張的48個小時 他說如果是法國英國派軍隊來 我馬上就得撤退,我得灰溜溜的走 那麼他在國內的政治前途就不會有後來那麼好了 不會得到那麼多德國人的支持了 他當時也跟德國的軍隊說了 如果是法國人來了,大家沒辦法趕緊撤吧 已經做好了撤的準備,但是英國和法國 那個時候就犯了綏靖主義的錯誤 沒有去強力的驅趕納粹德國的軍隊 把他們趕出這個萊茵河地區 沒有強制他們遵守這個國際條約 希特勒這次冒險成功之後 在國內的聲望,又是如日中天 得到了德國軍民的一致的支持 英明領袖,為德國學恥 後來他就進一步的去擴張 後來就佔領了奧地利,後來就佔領了捷克 結果,後來就佔領波蘭 最後就導致了二次世界大戰 導致了幾千萬人的死亡 導致了長久的戰亂 就是從那一個小動作開始的 他派駐萊茵河地區的 三六年派駐的那一次軍隊的規模 只有幾個營的士兵 非常小的一個軍事冒險舉動 現在人類又再一次走到了 這樣的一個關鍵時刻 中共極有可能去攻佔東沙島 日本共同社這個消息說 中共要進行一場軍事演習 我相信這個消息不是準確的 準確的消息應當是中共有計劃 就去進攻東沙島 如果我們是在習近平的這個位置上面 又跟他一樣壞 跟他一樣有野心 又跟他一樣的愚蠢 在這種時候 在現在這種時候 他是不是很急迫的 要取得一個軍事上的勝利 現在他的處境非常的難受 他在國內面臨著體制內的壓力 面臨著老百姓的反抗 經濟現在瀕臨崩潰 很快幾千萬幾億的老百姓失業 就會走上街頭 每一個時刻對他來講 都是非常難熬的時刻 所以這個時候 他要想維持他的統治地位 他就一定要先下手為牆 其他的地方很難下手 只有在對外軍事冒險 而對外軍事冒險 其他的地方他也不敢冒險 取得不了勝利 這個東沙群島 這是有可能取得軍事勝利的 少數這幾個地方之一 那麼他如果是有了這個計劃了 他就會盡快地實施 不會等到八月份 也不會搞什麼演習 我如果是他的話 絕對不演習直接就動了 現在就是這麼危險 那麼怎麼樣才能夠阻止得住他呢 台灣肯定是阻止不住 台灣在東沙島的這個助手的兵力 現在只有二百多個海巡署的官員 都不是正規的國軍 因為那個地方對台灣來講 真的是沒有辦法守 那麼中共如果攻佔了這個地方之後 台灣的台灣島的這個國軍 有可能再反攻再把他奪回來呢 這種可能性也是極小 而且非常非常的危險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台灣的國軍的他的力量 海空軍的力量 跟中共的海空軍比呢 在數量上佔有絕對的劣勢 中共比他大幾十倍 那在這種情況下 如果是遠離台灣去進行作戰 極有可能全軍覆沒的 而且呢 一旦你全部到了東沙島附近去打仗的話 那麼台灣這邊的防守空虛 中共有好幾個艦隊呀 他可以從其他的方向再打過來 那個時候台灣本島就危險了 所以這個時候台灣的國軍 是不可能大規模的出擊的 而你出的少了 又不可能打贏這一仗 所以台灣靠台灣是守不住東沙島的 那麼誰能幫他守住呢 只有一個國家就是美國啊 美國如果出兵的話 那就輕而易舉的可以把中共趕走 趕走了之後台灣的國軍再去 再去那地方防守 那個時候中共知道了 美國的意願了 他就不會再去進行軍事冒險了 美國一旦把他趕走了 習近平等於是遭到了一次巨大的挫敗 他在國內就沒辦法再混了 軍隊就會把他當成是一個失敗者 老百姓會把他當成一個無能的領袖 那個時候群起而攻之他就完蛋了 整個中共的體系也就完蛋了 那麼美國會不會在這個時候出手呢? 按照美國的台灣關係法 美國有義務協防台灣 但是呢 只是協防台灣本島和澎湖列島 不包括東沙群島 甚至也不包括金門馬祖 所以到底美國出不出兵 這要看美國現在的政府 到底做什麼樣的決定 看川普到底做什麼樣的決定 我覺得呢 應當他們應當出兵 因為現在美國老百姓對於中共 這個是非常的憤怒 中共所傳播的這次疫情 對美國造成了重大的打擊 老百姓很生氣 對中共開戰他們應當是支持的 川普個人當然也是對中共非常的惱火 因為這次疫情把他的選情給攪亂了 本來以前是穩贏的 現在呢 有一些不確定因素在裡面了 這個時候他如果是能夠跟中共打一仗 他對他個人的這個勝選那是有幫助的 但是到底打不打 現在還沒有發生之前 這都是一個未知數 我們只能說可能性比較大 所以在這種時候 中共他是習近平他是有可能冒這個險的 那現在呢 作為中國的老百姓 我們也是有辦法來阻止這場冒險的 如果是習近平冒險的話 那麼中國的很多軍人 甚至是很多老百姓 都會面臨著當炮灰的危險 如果是跟美國打仗 那很多人都要葬身於南海的 這個是我們大家都不願意看到的 這些中國的軍隊 雖然現在他們是在為虎作倉是黨衛軍 但是都是老百姓的子弟呀 如果是中國國內爆發了顏色革命 爆發了明變、兵變、政變 那麼這些軍人 他都是可以轉化成為人民子弟兵的 所以說盡量的不能夠讓他們去當炮灰 那麼阻止這一切發生的最好的辦法 就是我們先把中國國內的顏色革命搞起來 從老百姓上街開始 現在失業的人是越來越多了 大家的民怨是越來越大了 現在兩會也要召開了 那麼在這麼大民怨的情況下 是不是我們可以想辦法把國內的這些失業者 把國內的這些困苦的人 大家都聯繫起來 大家一起採取一些比較溫和的抗議行動 我們一起走上街頭 一起走上街頭之後 會顯示出強大的力量 讓中共的黨內那些還尚存良知的 或者是黨內已經受到習近平威脅的那些人 也跟老百姓站到一起 那個時候中國軍隊也會跟老百姓站到一起 這就是由民變促成了兵變 最後促成了政變 中國就改變了 今後這幾天我們會發布一些宣傳的 這個小卡片小端章 讓它在網上面廣泛的流傳 所以希望見到這些卡片的朋友 大家幫我們繼續流傳 尤其是海外的朋友 大家要盡量的向國內去傳播 這有助於全國各地的老百姓 能夠聯繫起來一起行動 一起形成一個政治上的共振效應 一起衝擊中共的統治秩序 我在這裡先謝謝大家 拜託大家幫忙傳播 今天就講到這裡 感謝大家的收聽收看 我們下期節目再見